这个政治人物在什么场合 什么司机 他穿这个衣服 他有政治意义的 他不是随便穿的 李宗仁听说以后 第二天逼停地把这个军装穿出来 一看老江他杀严了 老江穿的穿着马骨 坏了 换衣服也来不及了 这个军面服呢 上次还挂了一个各种各样的勋章 叮叮当当的也跟着就跑出去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当时心头一争 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 但再一思索 我立刻挺凶凡事 或人弱事 因为蒋先生已有一波人手之中 在这种小地方 无怕的对待都被我发开 岂为人柔和 也可相见了 1948年5月31日 也就是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的第十一天 蒋介石突然任命白冲喜 为花庄交飞总理 对没视频 我们做完的事 是否会给他 我们做完 那麽